2024年9月2号我乘坐梦想号游轮去了一趟日本去了一趟韩国 这是在船头上我模仿泰坦尼克号 Jack Rose 使劲嘚瑟的这个情形 床很大 我在船头上 旁边别人给我拍了一段录像 你瞧我这么嘚瑟我这么吆喝就没有一个Rose 老太太都没有一个上来给我配合的我只好一个人在船头上耍了一下 这张摄像是后来我才知道的是聂振生先生亲自给我拍摄的 他是著名的摄影家玩手机摄像在网上很有名的这么远的距离你说他怎么推上去的镜头啊 一溜小跑 也来不及呀 跟各位说乘坐豪华邮轮旅游其实就是搬着行李 住进宾馆 一般的旅游啊是每天跟着大拔车跑啊疲惫不堪 豪华 邮轮的这个所谓旅游的特点 就是你睡在床上吃在船上跟着五星期酒店差不多心里很安生 吃的好睡的好偶尔下船溜一圈你远走进走都是你的事 属于真正的放松休息 是人家邀请我去的我的船票是李小花大哥送的 那船票算起来 我问了问价格最便宜的是2000块钱 最贵的是5000块钱一个星期啊 相当于每人每天1000块钱左右 那住宿和吃饭全都 算了当然自己买东西定算了 看了看乘客基本上都是老年人 老年艺术团 老年秧歌团老年舞蹈队老年合唱团 还有弹钢琴的哇非常专业 北京电视台金色时光栏目组在那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总而言之热闹的很一点也不寂寞 最不爱 凑热闹的 那你也可以一块打灌弹 很快灌弹就开始比赛了 这人的感觉有点奇怪 我上了一趟游轮一个星期没写字回来之后写字莫名其妙我就发现 我这字体有点变化呀 莫名其妙里面好像有了一些 历书的意运 中工收的很紧 不知不觉好像松开了一些 我用长波来替代这个字的这个长痕 发现可以呀 没有违和感 梦想好游轮上泡了一周 日本转语圈 韩国转语圈 睡眠出气的好 我每天都睡七八个小时 八九个小时 因为你 你手机没信号吗 你除非你到船上专门去买 我没买 好不容易休息一下 手机没信号一下子有了大把的时间 想看书 我没把笔墨指研带到船上去一大遗憾但是没想到回到北京之后的字形居然就发出了变化 这两张照片你看见没有这是船长室里面摆pose 我当时得了一个梦想好游轮船长荣誉证书 著名企业家李小华也当了船长 真正船长在我们俩中间站着笑咪咪的 前两天补护照补护照干嘛出去啊去日本 去韩国原来我是有护照的护照印用光了好几年没出去了 所以我最近就补了一个 从天津港出发 我是9月2号出发9月1号呢是开海 补鱼 海面上渔船那个多呀 捕捞海鱼相当忙但是你到了公海上 就见不到船了 茫茫的大海上只有我们这一艘邮轮 我住在9747房间 这个船上当时有2000多个人吧 天津人居多 哎呦说话那个根啊旁边全是天津话 还有内蒙的山西的 因为孩子基本上是9月1号开旬 所以船上基本上都刚把神兽送走的银发族 开船的时候阳光灿烂 太阳一直照在船尾 我这个9747房间就在船尾 船上发水 还发矿泉水 还发这个苏打水 跟我住隔壁李小华牛中国磁产家中国首台法拉利的拥有者 天上有个小星星命名 李小华 还有其他一些人 三言两语就变成朋友了 几顿饭下来哪都哥们姐们了 这里面应该说企业家居多 另外还有人呢长时间在日本生活 在船上也有日本人 我跟这个日本小伙子聊了很多 跟常年在日本生活的这个中国朋友 也聊了很多 比方说他介绍的日本跟我们通媒体了解的日本不一样 比如他认为 日本的干净 卫生 那你是看的旅游点看东京的那些地方 脏乱差的地方也没看到 他认为文明礼貌素质在30岁以上的老日本人当中 或许有现在年轻一代跟中国年轻一代一样 不在乎什么 这个什么功德意识啊 什么礼貌意识 没有 我说那你日本是不是贫富两极分化没那么大呀 他说谁告诉你的 贫富分化大到你不可想象 不过这个日本社会是橄榄型的两头小中间大 中产阶级比较多 但是多归多呀 40年前中产阶级挣多少钱现在45年之后日本中产阶级还挣这么多这就是日本没有希望 没有前途的重要的标志 中国45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日本还是那个样 所以日本人普遍 躺平 觉得没前途没希望 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比方在日本 如果呢你公司里边的职员你随便夸英女同事夸的语言稍露骨一点 他马上可以控告你 控告你的结果那就一旦判罚就罚你三年的工钱 为啥 女权主义呀 学习美国 日本同性恋可以结婚的 日本LGBT学习美国政治正确 所以 这日本这个国家现在呀 很多日本人都觉得这这这这这国家没前途 没法办 那怎么办 我说那你说日本优点 日本优点就是日本人团结 日本除了美国是跌之外剩下所有的人都瞧不起 种族主义倾向非常严重 我说那白人的桥子哪比定啊 英国人也许好点 但是澳大利亚人 日本人绝对瞧不起 因为二战当中日本和澳大利亚那打的 不可开交到现在为止澳大利亚对日本人也是另眼看待日本人也不待见澳大利亚人 我们团的一个朋友问他买啥 他说没啥买的 我说那你后来买那包里是啥 他说买的糕药 我说为啥买糕药 人家说这糕药好使啊 旅游点买的价格被日本人黑了好几遍 我说为啥糕药好使 他说你看那日本的国旗 就是糕药 所以呢 日本的糕药肯定是日本的精品 要不然国旗都是糕药 听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很乐 在日本停靠到一个港口叫佐世宝 佐世宝是日本的第2个军港 看到一些日本的渔船 但是他的军港的船看着不大呀 日本军舰怎么那么小啊 这个地方我问了一下相当于日本的六线城市 到了日本之后跟我开车的一个人开始呢 咕噜咕噜说日语后来 说河南话的河南南洋的在这18年了两口子都在这 大学毕业同学 结婚了在这 生了孩子 我问呢 我说你现在小孩都是日本国籍了吧 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我不想让我的孩子 游日本国籍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现在这几年之内呢你看起来日本人好像 还可以但是呢未来的希望 七八年之后 希望在中国 日本的发展 肯定不如中国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听的 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感动 他在日本生活了20年了 后来实在没什么买的就买瓶矿泉水吧180块钱日盐一瓶不知道换算上人民币多少 后来呢到了商店里面100块钱一瓶这旅游点日本也欺负人骗人呢 很方便支付宝微信都能支付根本就不用换什么日元 去之前说的换日元用不着没地儿用日元呀 凡是游客到的地方都配备了讲解中文的服务员日本也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 我们团里有个朋友拿着日元跟大家说我这有日元我这日元大家用啊 大家说我们微信都制服完了用不着日元 简而言之跟大家说这是唐山的姓王的企业家买的中国制造的邮轮 当问题为止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手上就这么一艘邮轮住着很舒服 最舒服的是一个星期没设计信号 没人找我也不用录节目 然后呢在太阳底下晒着太阳他们告诉我老头老太太晒背所以光着几辆家板上一大片 好了关于旅游的见闻就跟各位说到这感谢各位收看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团再见